哈囉大家好我是李梓婷 那是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呢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任務就是 今天我要來開一下我的專輯 還有YouTube 10萬訂閱獎牌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快20萬了啦 只是這個真的是拖超久的 這是什麼時候寄過來的啊? 一年前吧 我們那時候有說要有一個特別的時候我們再來開 對所以就想說選這個時候嘛 反正你又不是開箱型YouTuber 對啊我不是啊我是歌手捏 所以大家要隨著我的專輯一起來開箱啊 我真的蠻期待裡面長什麼樣子的 因為我沒有看過獎盃長什麼樣子 也沒有看過其他YouTuber開箱的那個過程 所以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樣 反正就等下就可以知道了 好啦那我們就 我們第一個先來開箱我的專輯好了 期不期待 期待 直播升上去期待 貼圖升上去期待 期待打期待 歌你的期待 然後我現在看到的東西呢 就是他的正面 也就是我們的封面罩 專輯的封面罩 然後這次專輯是採正方形的一個規格 然後背面呢非常酷 因為背 背面真的超可愛的 背面是一個CD 然後這邊是我畫的 真的是我畫的圖喔 我自己畫我自己 我那時候看完的時候 靜靜還就是笑得很開心 他說你怎麼可以畫這麼像 然後這邊還有我的親筆簽名 然後中間這個字呢是寫說 放下一切吧 製成一格的宇宙 才沒有盡頭 所以再見了美麗舊世界 沉浸的美好 長存在心裡 OK 好啦我已經迫不及再想要打開了 不知道欸我就看到這張 這我手上我覺得心情很複雜欸 是開心的複雜 開心的複雜 就是感動喜悅快樂 全部都交雜在一起 哇半夜看這個真的是會有點high 感覺等一下會失眠 OK我們來開箱 好長這樣 而且他外面還有一層那個欸 所以把塑膠袋拆掉完之後 它是一個透明的塑膠殼 對是塑膠殼 喔 你把塑膠殼慢慢拆掉之後 就會是專輯的內容物了 OMG 喔 所以你現在拿的是什麼 我現在拿的是我的歌詞本 嘿我發現這個歌詞本是不是 跟我們限量碼海報一樣 都是閃閃的材質 對啊都是會blingbling的欸 就是雷射的那種光感 喔好漂亮喔你看 對對對 喔然後背後有一個卡片 喔對這個要補充一下 只有預購的人的餐拿到這張 這張小卡片 然後裡面還有我的親筆簽名 跟我說的一些話 有序號 預購的人就有一個序號 像我們現在拿的就是001 001 但001這個就是你們絕對不會收到了 因為這就是李子妮的 對是我本人的啦 Yeah 好吧永遠收藏 好啊打開裡面了嗎 好啊 這個造型是不是非常突破呢 對其實是我第一套拍的一個專輯的造型 然後我覺得他非常的就是大膽跟花俏 就是穿上去會很像花蝴蝶 對 這其實我們最早拍的 最早拍的 可是造型真的很狂欸 我現在看我覺得很不可思議耶 天啊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被打包完之後 我其實大概乘一秒是放空狀態 然後後來就喔 怎麼那麼震驚 這個被打包完 對 被打包完 我很像那種糖果的包裝紙欸 超級震撼的 好你選一首你覺得整張專輯 你最喜歡的歌 歌詞本給大家看好了 好嗎 我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這首歌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是寫超好 這首歌 社交距離 對叫做社交距離 我幫你帶他去看看 其實還有很多沒講到啦 我希望能保持一點神秘感 這樣你們之後聽了這些歌 還有買到這張專輯之後 才會有一點驚喜感這樣 所以我不要講得太透明話 OK 啊我們還有一個東西沒有介紹到 就是這個東西 我必須要好好就是介紹一下 因為就是有一些人他拿到 預購的那個CD之後啊 就是他 大家都會就是嘗試著要把這個CD把它拆解 其實他這個是不能拆解的 我們就是設計成說 像是那種金唱片要掛在牆上了 所以這邊才有一個洞洞 要掛 要掛在你們家的牆壁上 就是以前的人呢 如果他們的專輯大概賣的超過百萬張的話 會做成那種金唱片 我們之所以會想要把這樣的專輯做成金唱片 有一個含義就是 就是希望粉絲能把它收藏起來 然後做一個紀念啦這樣子 所以與其呢把這個CD呢儲存在倉庫裡面 不如呢就把它掛在牆上 然後大家又可以去APP上面聽我的任何一首歌 這樣不是很棒嗎 就特別有紀念價值 那你們不要忘記它 對你可以隨時可以看到它 然後提醒你說 喔該去聽李子婷的歌囉 就像一個鬧鐘一樣 在你的牆上這樣盯著你看 所以 好啦大概就是這個含義 就是一個炫耀的用途 對但倒還是必須說這個CD還是可以聽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 強行把它拆開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是不信邪的話 你們可以把它拆開來看看 喔如果真的再黏不回去的話 買第二張嗎 謝謝各位 好那你那個CD金唱片本身 上面有很多密碼 欸怎麼可能會 欸我有點分心啊 我看到這會一直想到我牙套的那個 那就是你的牙套啊 喔這是我牙套對不對 然後旁邊這個是你的尺寸啊 就是你索爾的size 欸真的耶 對啊 你的身 欸好變態 用這張 等一下我知道這是牙套 然後這是我的尺寸表 然後這個就是我去 欸尺寸表 你想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應該 這是我的身高啊 然後這是 你的三圍是不是 對三圍之類的 啊三圍不用看了啦 我沒有胸部啊 你不需要講 喔然後這是從台北到上海 就是中文豪市場那時候市場的時候 然後都在北京鳥巢決賽 哇你們好厲害 就是你去過表演的城市 對啊去過表演的城市 其實還有很多 左上角我覺得這是CD欸 不是 這是你的目標 OMG 我的目標是喔 那個金曲獎 不是 哈哈哈哈 你自己什麼目標你自己都忘記 鳥巢啊 那個是鳥巢 對鳥巢 俯瞰的鳥巢 不看的鳥巢 然後那下面是代表什麼 十年之內 所以就是十年之內要回去鳥巢 這意思 所以這是給他一個壓力是不是 沒有啊 這是他自己許下的願望 他這就是笑聲 我一直覺得這很像笑聲的 這是一個音波沒錯 對就是 哈哈哈哈哈哈 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採樣你的聲音的一個音波 很厲害耶 他是維凡老師採樣的 維凡老師你要不要告訴大家那個音波 那個唱歌的音波 不是啊你也忘了 全世界都忘記 那個音波是大家好我是Nasi 對對對 那我現在可以就是指給大家看 大概就是這樣喔 大家好我是李梓婷 Nasi 然後下降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對以上專輯從我去好聲音的 一開始其實就已經有在準備了 你還沒去比賽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構思這個概念 但就是在比賽途中就有在錄美麗舊世界的一個簡單的demo 然後後來就開始陸陸續續的陸上半章 然後最近就完成了 中間遇到疫情 然後有遇到很多事情 比如說我們辦了兩次演唱會 總之呢 反正這張專輯我們真的是準備了非常久 然後都是大家的心血 不是我一個人的心血 是非常多人的心血 打造這張專輯 所以對我來說他真的就是隨時都在罰光 對我甚至就不忍心碰他你知道嗎 我怕我的手髒了這張專輯 沒有我跟你說真的 這張專輯實體把這個產品做出來成本就已經接近售價了 對啊其實就是光看他的質感就覺得 所以比較像是就是半買半想送的概念 嗯希望你們開心 對希望你們買到這個專輯之後能夠 對就是開心啊 歡迎到我們的蝦皮商城 以及 應該是現在唱片行都可以買得到吧 對所有的唱片行以及網路上面購買專輯的同路 比如說博客來啊 成品啊這些地方都買得到 不管你在任何地方看到買 都是支持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謝謝大家囉 謝謝大家啊 好那我們專輯開箱完畢啊 接下來要開箱另外一個一年前的重頭器 當然現在還是重頭器 只是我們先要把它打開來看 打開獎牌 好我先我先每個用刀畫一下 唉唷這個從美國寄來的 看我這個畫法好就知道我很常在訂蝦皮或 要不要我鏡頭帶一下你平常網購的東西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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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等一下欸 還用你們訂的東西啊 對啊不止我的 好啦歡迎如果廠商要業配以及給我們公安品的話 我們都很樂意喔 很樂意喔不管是吃的 對化妝品用的都ok 衣服鞋子包包什麼都可以 對沒錯 喔喔喔天啊 打開給大家看 他這邊有附一個YouTube版的英文的一個東西 看念一下那是誰寫給你的東西 這是誰啊我看不懂那個字欸 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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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誰啊她是CEO 她是YouTube的CEO欸 YouTube的CEO欸 Oh my gosh 好反正就是一個YouTube的恭賀信 對恭賀信嗎就是恭賀信 一年前的我們好不好逆行回去一年前 Oh my god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那個呢 OK Oh my god Oh my god這什麼 喔這是那個 乾燥的 還好放乾燥劑 我們放一年了 欸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是百萬 然後這是 對他告訴你 如果百萬的話是 金色的 然後如果是十萬是銀色 如果是千萬的話就是鑽石 千萬欸要怎麼得到 好我們現在要就是 達到第一個獎盃 就是銀牌 耶 天啊 啊有點把它拆開齁 對 欸這又可以當鏡子欸 還不錯以後就拿這個化妝了 沒有啦 哇 哇拍到我了 真的很漂亮欸 真的很漂亮欸 Oh my god 對啊 我剛剛看到這個我真的是不經的會心一笑啊 太美了 好好看喔 欸我真的不敢相信 而且我最近在錄one take的時候 所以我才意識到說我們已經錄了兩年了 快兩年了 快兩年了 快兩年的one take 誇張欸 從你一次練習生的時候 真的時間過很快 還在回去你的時候 想當年後還是一個17歲的小畢孩 你看轉眼一過去我已經20歲了 對啊 What happened 你覺得這兩年你過得怎麼樣 嗯 我覺得過得真的是相當精彩 因為我沒有在讀書的嘛 所以就經濟了一些 同年紀的人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你不用躲沒關係 大家都已經看到你的臉了 我一直看到你在那邊 對 反正就是經歷了很多嘛 然後也知道要保持純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要永遠都要有那個熱忱在 呃在追夢的時候才會比較快樂 只是我真的20歲一個很大的體悟 當然也是 希望這段話呢 就是鼓勵所有在追夢的每一個人啊 以上就是我開箱的內容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的話呢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並且大肆的分享出去 如果有什麼話想要說的話請在底下留言喔 OK 謝謝大家 欸 掰掰 掰掰 大家好 好 為甚麼 �